请酌情观看 343站在239的身后 满脸专注的神情 一滴鲜血 从老人鼻子的左侧鼻孔涌出 缓缓滑落至他的唇峰 最终滴在他的衬衫上 你好 我叫阿佑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SCP基金会 SIFE 等级的 SCP 343 SCP 343 被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起了上帝这个通俗的绰号 他是一个老年人 外表像人形 但显然的无所不能 根据基金会人员的形容 虽然343看起来像一个老人 然而他的容貌 在每个观察者眼里 看起来都不尽相同 343深称自己是宇宙的创造者 当一位博士要求他证明这一点时 他笑了笑 然后穿过收容间的墙壁 走了出去 几秒后手里拿着一个汉堡返回 当博士第二次返回造访时 原本空无一物的牢房 被布置成了一个更大的房间 一个充满老牌英式风格的房间 而且里面的空间 比外面看起来要大上几倍 343是在布拉格的街上行走时被发现的 在一名员工目击他从街道消失 并从屋顶上在先后被扣留 343是自愿被扣留在他的收容间内的 因为以证明想要真正的收容他是完全不可能的 343居留于最低安保 在一间6.1米乘6.1米的房间内 由于他喜欢有人陪伴 所以每天都应至少与一名员工拜访 并尽可能提供任何其所请求的物品 由于343的性质 基本上想要增添进一步的安全预防措施 或要求权限是没必要的 343非常喜爱与人交谈 并且似乎无所不知 拜访343已经成为这里许多员工的日常活动 所有员工都报告说 在每次拜访后都会感觉更加快乐 由于343迄今为止都无恶意 基金会已允许所有员工可随意进入和他见面 根据SCP系列的故事 人们相信343是指导SCP-239的人 使他能够掌握自己的能力并创造方法 239是一个小女孩 她的能力是只要她有意识 她想着的事情就会发生 只要她能看到的 她都能改变 因此作为控制239的一种方法 基金会只好让他持续地陷入昏迷 然而239后来 开始对维持其昏迷状态所使用的各类要物 逐渐发展出一种完全的抗性 那么为了阻止他再次醒来 SCP基金会的主管 只得要求05立即将CLAV博士 从他目前所处的监禁状态下释放 并立即指派致死事物 CLAV博士将有权使用任何他所需要的材料 全体人员应当以一切非肉体的方式协助CLAV博士 CLAV走进维多利亚风格的书房 烟斗的烟味和旧书的书香 使他不禁微微一笑 老人坐在高配椅上 腿上摊着一本精壮的糖吉赫德 老人抬起头来 先是吃了一惊 继而露出笑容 CLAV博士 你好343 哦拜托 朋友之间就别用编号了 请坐 我们都知道你是什么 我从没吐露过你的任何事 对任何人都没有 也没有建议他们处决你 主要是因为你停留在三级 并且从未造成过重大威胁 你还记得我在GOC时的事吧 Bru Neva 1989 那你应该还记得你欠我一个人情 是的 博士 我记得 我是来请求你还这个人情的 如今又出现了另一个旅行 这次还已经发展到了四级 我现在已经很老了 博士 我不确定我能帮你到什么程度 有时 我想找书 但却不记得他们的名字 他们就这么不见了 就在前几天 一个年轻人来到这里问我 一些东西 而我忘了他在这里 于是他也不见了 就这么不见了 我记不起他来了 没人要说起这件事 你的帮助是必须的 我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 博士 无论你需要什么 我都会照办 几天后 Cliff博士出现在 SCP-239的收容间内 他透过玻璃钢壁 看着239沉睡的模样 他看着他 看着他在房间里 忽影忽现的幻影 和在墙上的抓痕 然后他转身拿起头盔 寄到自己的头上 这盔甲比他预期得要笨重一些 但非常合身 他戴上手套 摸了摸夹克下的那把紫色手枪 又隔着口袋摸索了一会 直到找到装着他紧急后备的那个小盒子才安心 他笑了笑 拿起了钥匙卡 把钥匙卡插进玻璃墙前的控制面板 将所有开关都转到关闭位置 拔出左轮手枪 抬起它 并对准正在慢慢醒来的239 Cliff在奔逃 他能感觉到它 就在自己身后的某个地方漂浮着 他冒险的回头瞥了一眼 看到地面正在融化成水和尿液 污垢和空气 他曾一度希望 药物可以使他失衡 使他的能力减弱 至少能够对周围环境 无法产生太大的影响 但现在他可以肯定 这个希望已经是一场空 当他绕过拐角时 墙壁已经化为 被无数个燃烧的人类躯体 滑落下来 人肉的味道 让他的胃一正抽搐 继而发出不适的咕噜声 再转一个弯 它就要被包围了 还有10英尺 9 8 7 它冲进门内 343在拿 门缓缓开启 正在飘入门中的那个生物 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来 她是 我曾经是一个小女孩 常年的卧床使她的四肢萎缩 成了皮包骨头的气棍 她现在无法抬起肢体 甚至连转头也不行 曾经挂在她手臂上的导管 现在像蜈蚣一样缠在她的身上 她张开嘴 似乎是试图想说点什么 但只发出了一阵孤独声 她看着Claff 并再次孤独 声音变得更响亮 更愤怒 这时候 343站在239的身后 满脸专注的神情 一滴鲜血 从老人鼻子的左侧鼻孔涌出 缓缓滑落至她的唇峰 最终滴在她的衬衫上 女孩愤怒地尖叫 343也在痛苦地哭叫 她因为她强行对世界做出的修改 而步履蹒跚 她身体系统中的药物被迅速驱散 对周围世界的掌控力又回来了 漂浮的女人 把空气转变成了氯气 但只有一瞬间 因为343立即阻止了她 343虚弱地跪在地上 双耳出鞋 她关节突出的双手 紧紧转成一团 而她的敌人此时的注意力 从Claff身上移开 转向她飘了过来 这场面看起来甚至有一种美感 Claff想着 她停下来观察了一小会 这个稀释罕见的情景 他们两人之间的空间 产生了烈 悬浮的女子不断改变事物 扭曲物理与存在的法则 而343则是不断把她们恢复原样 这就像在看一个任性的孩子 把她的玩具扔到地上 而她耐心的祖父 把她们捡起来并放回原位 Claff 小心翼翼地移动到门附近 再次举起手枪 她开枪了 那个漂浮在空中充满威胁性的身体 一部分被撕裂下来 飞溅到她身后的镜子上 她痛苦地发出尖叫声 癌细胞几乎立即就在她皮下形成 这对你来说不算什么 对吧小姑娘 Claff 扔下枪 枪在她恢复之前扑向了她 她迅猛地撞上她纤细的腰部 把她推向镜子 同时抓起了SCP-093 然后按了上去 她们掉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到处是翻滚的小麦和空虚的气味 女孩在地上翻滚徒劳地试图起身 Claff 站在一旁 排掉盔甲上粘刀的小麦和草叶碎片 然后她走过去把她的身体翻过来 抱歉 亲爱的 不同的世界 不同的规则 最终她成功击晕了她 就在她失去意识之前 她的眼神露出了愉快的空虚光泽 大家记得去观看IU新的动画频道 IU来啦 在这里IU会分享人生趣事 稀奇古怪的想法和观点 你只需点击下方的链接 即可进入IU来啦的世界哦 接下来IU想要很自豪地展示 这些超让我们惊喜的粉丝作品 非常感谢你们 大家现在也可以将你的粉丝作品发送给我们 IU将非常乐意在下一个影片中 展示你最好的艺术品 你可以查看下方有关如何提交作品的说明 接下来你想要IU讲解哪个SCP 而为什么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和接受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脑洞大开吧 拜拜